这里是219国道第一个免费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瑶瑶 我现在是在港嘎镇 这个镇那边有一个关地庙 那个地方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那边的珠穆朗玛峰还有左奥有峰 可以看到好几座八千米以上的一个雪山 但是这两天就是这个镇上面停电 然后也没办法直播 没有信号,它的信号不太稳定 昨天晚上是在这里录影的 然后这是黑瓦的车,这是我的车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摩旅的 自驾游的都在这里录影 因为它这个上面是可以挡雨的 其实我们在港嘎镇已经搭了两天了 第一天我们是在那上面的关地庙住的 那上面风特别大 然后还有个小伙伴就是骑摩托车那个小伙伴 失眠头痛吗 他现在是找了个酒店在住 这个圆圆的这个就是左奥有峰 这个尖尖的是珠峰 万里无云 运气挺好的 不过我好像也有点不太舒服 昨天晚上咳了一晚上 然后这边的角度看珠峰的角度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看左奥有峰 看得更清楚一些 看珠峰的话角度不是那么好 我感觉珠峰朗马峰还是要在珠峰大本宜 看到的视角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免费的 主要用无人机或者手机的一个长焦镜头 然后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 要不然就很小很远 建议大家如果走219的话 不要在那个观地庙晚上录影 风特别大 昨天晚上咳了一晚上没睡好 就是躺着就会想咳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好难受 必须要洗澡了 我去找个地方洗澡 这边的镇上定节出来也是停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应该是在检修电路 这旁边的这个棚子下面也可以停车 本来这镇上市有个地方可以洗澡的 但是停电它没办法洗 现在去看看 找一下人家家里面 或者怎么样 看能不能洗个澡 这港卡镇都可以看到珠峰大本宜 我从珠峰大本宜那边出来 然后是走了一条乡道 就是不用原路返飞到珠峰大本宜的那个 书票门口 关于珠穆朗马峰免费和付费的两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付费的地方 它有那个8848的那个杯 而且有好几个 但是人比较多 就是说如果你付费去珠峰大本宜 可以更有疑似感的打卡 人比较多 气氛也还可以 那边的住宿吃的还是还算可以 如果你去好的话 就是说你买了门票 运气好的话 能看到珠穆朗马峰 能看到日照金山 那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 港卡镇这个关地庙免费看珠穆朗马峰呢 它可能角度没有那么好 隔的会更远一些 但是呢 就是说人不是很多 你可以自己想怎么拍怎么拍 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关地庙拍的那个航拍视频 是不是很好的 我可以创锡 可以去看 你也有什么好看 你还能够不在哪里 你会把这边的拍摄 你还能够不开 你一定会有点免费 我只要去看 你会把这边的拍摄 你会不会开心 就是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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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